現在對林育全來講最簡單的一壘安打就夠了 第一個球快速球是一個壞球 中華職棒過去二十二年總共有七個人 七個人次有完全打擊的記錄 艾伯 康磊 羅瑋 陳蓋發 黃桂玉 忠誠 幼莊泰山 這個球打成界外 來了一個變化球 對 變化球來了 他的完全打擊裡面還有四塊球 更完整 七個人是完全打擊 四個人是本土的 上一次完全打擊是2009年 2009年 三年前 那一年出現兩個完全打擊 鍾成佑 還有莊泰山 只差一壘安打 目前聯盟的安打王 林育全 三一圈 下一個球 安打 完全打擊 新龍牛隊的林玉泉 在今天達成了 民國101年的5月10號 禮拜四 台中棒球場 達成了難得的記錄 完全打擊 新龍牛隊的林玉泉 在今天達成了 民國101年的5月10號 禮拜四 台中棒球場 達成了難得的記錄 完全打擊 嗯 外角球 順勢一推 形成的安打 相當關鍵的一連安打 哇 林玉泉打出去之後 就正必歡呼啦 打出去就知道有了啦 完全打擊 真是一個打著真的夢寐以求的記錄啊 哇 所以他在六局下半沒有挑戰 單局兩支拳來打 反而跑 很努力跑 跑出了一個三連安打 最關鍵喔 那個是打在左中之間的 一支深遠的三連安打 對 還是左外野的 讓他跑到三連去耶 史上第八人 哇 新龍牛隊的第一人 對 好 在八局的下半 新龍牛隊是在天得兩分 但最重要的是林玉泉 完成了完全打擊的創局 全都會露出 順 導致 鬆 by bwd6